三名歹徒扛着女孩来到荒郊野外 将她绑起来进行非人折磨 女孩被虐待致死 此时歹徒们才发现 女孩的肚子微微隆起 原来她早已有了身孕 相传怀有身孕的女子如果意外惨死 就会变成穷凶极恶的子母煞 歹徒惧怕冤魂锁命 于是用锁魂钉将女孩魂魄死死封印 几年后 一支工程队要在这里盖楼房 工人在挖地基时挖到了女孩的尸体 保安老贾是当地人 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枚镇魂钉 吓得不敢多言 工头想要报警 却被老板一把拉住 如果事情传开 谁还敢买这里的房子 老板塞给大鹏一些钱 让他把尸体弄走烧掉 随后工头便带着大鹏去处理尸体 大鹏家里有个可爱的女儿 身为人妇 她十分同情女孩的遭遇 看着女孩丝毫没有腐坏的脸庞 也没觉得疑惑 她不打算烧掉女孩 而是挖了两个坑 一个用汽油点钊装装样子 另一个则用来埋葬女孩 这时她发现了女孩脖子厚的钉子 她不知其中原委 只想让女孩死后能够舒服些 便把钉子拔了出来 晚上回去后 保安老王还特意来找大鹏确认情况 大鹏再三保证真的把尸体烧了 老王这才放心地走了 可是从这天开始 女孩却黏上了大鹏 大鹏去打电话 女孩就在一旁守着 大鹏回去睡觉 女孩就悄悄爬到她的床下 原本没人看得见女孩 女孩也只想守着自己的恩人 可有些人偏偏喜欢作死 这个包公头整天欺压农民工 他自己吃的是鸡鸭鱼肉 给工人们的则是咸菜拌饭 老黑气不过上前理论 反而遭到公头羞辱 大鹏赶紧上前打圆场 却被公头泼了一脸米饭 两人只能憋屈地忍气吞声 可下一秒 公头好像被噎住了 拼命咳嗽 最后竟然咳出了一枚铁钉 保安老王看着桌上的钉子陷入了沉思 铁钉突然滚动起来 四周响起诡异的歌声 吓得他赶紧叫醒大鹏 质问他是不是没烧掉女孩的尸体 还把钉子拔出来了 大鹏看他这么慌张 便说出了实情 老王大惊失色 他担心传说可能真的应验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就拉着大鹏来到了埋尸的地方 打算将尸体挖出来焚烧 尸体却不翼而飞了 老王立刻按住大鹏一通臭骂 直说他会害死所有人 大鹏整个人都是懵的 愤怒的老王件事情已经不受控制 不顾大鹏的阻拦 执意要将此事告诉老板 可他刚回到宫地 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 他鼓足勇气转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老王赶紧加快脚步 但那种感觉如影随形 当他再次回头时 女鬼献出身形 扑了上来 几天后 宫头正在抱怨 说老王不知道去哪鬼混了 好几天不见人影 这时老板来到宫地视察 他催促宫头加快进度 黑心的宫头立刻宣布 接下来的两周都要加班 激压已久的老黑 站出来抗议 却被老板当场辞退 大鹏替老黑说了句公道话 当场被老板暴揍一顿 老板得意洋洋地坐车回家 却不知车上多了一位女乘客 富二代约了个小姐姐上门服务 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浴缸里等待 小姐姐很快从水里钻了出来 纤细美丽地双手抚上她的胸膛 然后直冲心脏而去 宫头刚接到老板的死讯 宫人们又发现了保安的尸体 这可把宫头吓尿了 连忙重金请来一位大师 大师还是有些倒行的 用通灵术看到了女孩的遭遇 他告诉宫头 这个女鬼凶恶异常 想要驱除得加钱 此时宫头早已被吓破了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要想制服女鬼 必须把镇魂钉重新定进她的体内 当天大师就开谈做法 然而刚进行到一半 女孩就出现了 半夜 大鹏起床上厕所 一出门恰好看到了大师的尸体 这时宫头走了过来 以为是大鹏杀死了大师 说着就要对大鹏动手 女孩却再次出现 迅速把宫头扑倒在地 宫头根本不是女孩的对手 大喊着让大鹏用铁钉封印女孩 大鹏哆哆嗦嗦地举起钉子 根本下不去手 这时女孩转过头来 还是温婉贤静的女孩模样 在恩人面前她永远是美好的 宫头却趁着女孩分心 一脚将大鹏踹飞 撞晕过去 女孩再次被激怒 面目猙獰地扑向宫头 大鹏在医院里醒来 恍恍惚惚以为做了场噩梦 他看着床头女儿的照片 女孩此刻也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眼角挂着一滴泪 其实没有人哪来的鬼 而鬼之所以变成恶鬼 不过是继承了人性的恶 而鬼之所以被感化 不过是因为一点善念